Hello,大家好,我是C股井,欢迎来到今天的井仔晨早新闻报道 今天是3月16日星期六 来到星期六,相信有部分观众可以好好休息,好好休息 睡饱睡够才听新闻 跟大家看看天气,现在的气温是20度,外面是多云,间不中天晴 不知为什么,明明是20度,但我早起床时仍然觉得很冷 所以我就觉得冷,所以我继续穿衣服,继续穿蓝颈巾,我不管了 不过通常到中午时就很热,什么都除了 再看看天气,天文台预测 随着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逐渐被潮湿的海洋气流取代 周末至下星期一,沿岸地区有务,日间温暖 另外就是说,预计由今天开始一年三天的相对湿度就会去到100% 即是说这三天又是回蓝天,所以那些抽湿机不用放入季 可以继续拿出来慢慢抽湿 不过就算再湿也好,我相信也不会像上星期那样湿的 因为上星期那种是说天花板流水,跟着牆又好像会出水 不是说人生没遇过,但是人生没遇过这么夸张 即是我妈妈都跟我说,前几天是她人生她都见到最湿的回蓝天 当然也包括我,所以大家就知道上星期那只回蓝天是世界级 好了,跟大家看看新闻 知名的音乐创作人也是广播节目主持人何口华 在2004年患了被医癌三期 勇敢抗癌更加出书鼓励病人 在昨天就传出了突然离世的消息,享年59岁 孙耀威也在Facebook发文悼念 何口华的Facebook就在昨天由音乐人陈二豪代不发文 就证实病世的消息 对此是何口华为恩施的孙耀威也很难过 在Facebook那里写下就说 口华为何你不等多我一天呢? 我明天早上就有飞机票可以过来台湾找你了 即是叫做趕不及去见自己恩施最后一面 好了,下一单新闻 关于前天在深水堡那架车乱撞那件事 撞到了一名66岁的女徒人 最后这一名女徒人在昨天下午4点58分 在玛加烈医院证实不治 另外,这么大件事 其实警方就在昨天抓了人 即是他们本身是抓了一个32岁姓潘的车主 经过调查之后 就将在图的邵氏司司机也都拘捕了 即是这样说就是合共系拘捕了两个人 警方也都在车里搜到有价值52千元的非法药物 即是随时就是说是快餐车来的 另外就是说当时真的驾驶那架车的人就是涉嫌无牌駕駛的 没有了,玩完了,你又非法药物又乱撞 还要撞死了人,对不对? 这里起码都十年八年走不脱了 好了,下一单新闻 博外医院就发生了一宗匪夷所思的医疗事故 还要是在我眼中很夸张很难是能够发生到的医疗事故 涉及病人活组织样本检验结果出错事故 远方就在昨天下午见记者 据了解,事件涉及一名中年的妇人 远方的实验室在化验她的活组织样本的时候 就怀疑相关的样本被污染 结果就导致显示的样本带有癌细胞 接着就为这名女子进行手术 整个子宫和卵巢全部撤毁了她 但是经过复检后就发现了 女病人根本就没有患癌症 新界西医院联网的医生见记者的时候就说 在化验的时候就有同事把一个59岁妇人的样本 混合了一个癌症病人的DNA样本 已经跟她们道歉了 其实是很夸张的 就是因为你验错东西,你弄到我下面整个东西全部撤毁了 虽然你说59岁基本上都不会再怀孕 逐点说就说经都收藏了 但是对于任何一个健康人士来说 就是你去帮她进行下体撤除手术的话 就算没有病都会被她们搞到身体虚弱 而且由于切了都会有或多或少一些荷尔蒙的影响 所以病人是真是惨的 当然如果你乐观看就说 原本我应该有癌的 不过突然间变了没有癌 那就可以觉得宽天喜地 但是正常来说 这件事其实是一件很大很夸张的医疗事故来的 居然就是说因为验错 所以就撤错了器官走 这件事真是世界丑闻 下一单新闻 在上个月28号 在铜锣湾的库名街标行劫案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抢走了25个标 总值612万 我都说过了 其实警方一定是会抓到人 现在就有抓到人的消息了 警方交代案情的时候就说 案发之后 翌日在2月29号 找到他们用来犯案的那辆拆车 调查了几百个小时闭路电视片段之后 在过去2天 13和14日 就在全香港拘捕了6名印尼籍男女 当初原来那个 大家以为是顾客开门 然后被人一手扯走了 那个人 原来都是女疑犯 不过他就扮得好似 然后同党扯走他 扯到他一棵一棵的时候 令到我们都以为原来他是屠人 但原来他是一分子 另外其余两人持刀行空 然后三人幕后支援 今次也是警方首次发现有印尼籍人士 参与标刊劫案 正在追测中装物的下落和在图人士 警方表示 其实仍然有人在图 装物下落不明 如果装物能够报到销的话 其实就惨了 因为他们汇款打回到乡下之后 真的没有收报 都说过了 迟或早就肯定抓到人了 不过餐在就是说 会不会有人已经可以变演了标 下一单新闻 香港政府斥资5000万 举办了艺术维港的活动 其中就和国际艺术团队 TeamLab推出了TeamLab光年 在今个月25日至6月2日 就会在金钟天马公园至中环海滨 展出200个发光弹 活动虽然未正式开始 但艺术团队在近日的夜晚7点至8点试灯 跟着就是因为试灯 所以市民都走来拍照 都觉得漂亮 不过这个事件都引起了一些争议 即200个发光弹 究竟需不需要用5000万呢 因为都有人在淘宝隔国家 就说同类型的弹 其实是一件水人民币一只 因为那些弹是比较大的 不是捧起手的那些 一只发光弹是大过一个人 即是说大概两三个人的高度那种 所以一百元只蛋就合理 但是你二百只蛋 你这里加起来 是不是真的需要5000万呢 是吧 好了下一单新闻 香港麦当努 就在昨天在社交媒体那里宣布 由于电脑系统发生故障 所以麦当努apps 自助点餐机的服务全部暂停 顾客就需要去到餐厅柜台直接点餐 下午三点的时候 在葵方新都会的麦当努分店现场 职员不时提醒 只可以去到柜台点餐和收现金 并且就是说 即是经理是需要人手落单 即是我都昨天说了 他们内部连显示去给厨房看的那部电脑系统 都刮了 接着那些店长是需要自己人手落单 人手对数 整件事都变回30年前的麦当努 不过其实原来在故障发生了之后的两三个钟头 麦当努的系统就陆续回复正常 市民点餐的时候可以用电子支付 但是手机应用程式和自助点餐机 即是昨天的时候仍然未能点餐 但今天相信所有东西都已经好了 另外就是说 有住在内地的网民 昨天就通知井仔就说 整个信德DM都弄了 估计也是受到同类型事情的影响 不过无论如何都好 所有事都是留在昨天今天已经没事 日本还有台湾的麦当努也是受影响 但他们也有说会推出一些优惠 不知道香港麦当努会不会推出什么优惠 不过他推出都不关我事 我基本上都不会再怎么帮衬 下一单新闻 有政坛风声就说 大埔那边想着去搞烟火会演何国庆 但是你每次放烟火 那些什么成本效益 环保问题 会不会烧着其他东西 那些很多争论在里面 下一单新闻 市区重建局在昨天公布洗衣街和花墟街的重建计划 地盘总面积大约29,315平方米 包括6个地盘 总之就是说 这里想着重建 合共有33个商户受到影响 他们想着打造成为城市水道 暴行街活化 希望就是说 又是搞好香港 把太旧的东西拆掉 通常这些要搞的话 有点搞 还有今次市建局挑选重建的23座C楼 所以他们的纽龄是介乎64至76年 所以都是时候要重建要改 好了 下一单新闻 又是跟障新闻 在今年1月底的时候 在屯门一个9个月大的女婴 在被社区保姆照顾的情况之下 命远一线 昏迷送丸 警方调查后 拘捕了一个33岁的保姆 女婴刘苑至今近两个月 由于脑部被血块压住 早前头骨被揭开做手术抢救 但情况仍然不乐观 她的父母接受教育界KOL女校长访问时直言说 女儿肯定是永久相残 而且很大机会失明 如今只能盼望奇迹出现 既是痛心也无助 新界西医院联网医生表示 屯门医院的团队一直跟进 也表示病人最初入院时 情况得到持续改善 这些真是惨 这些是完全猜不到 这些都不知道怎么形容 太惨了 下一单新闻 关于大昌食品结业 有工会预料 有100名前线店员受到影响 劳工署也新增了专责柜台 去负责处理关于他们的劳工权益问题 以及为他们优先提供就业服务 不过坏点说 劳工署给你的工 通常都不是什么优差 通常都是一些人工不算高 但工作量是偏高的工作 下一单新闻 卫生署的卫生防护中心 在昨天公布 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三岁男童 在上星期六、九日开始发烧、流鼻水、吸瘦 在今星期一、十一日 去到东区尤德夫人拿打素医院求医 在前天因为气速和血含氧量下降 所以进入医生防护中心肺治疗部 小朋友的呼吸道样本经过化验后 证实了对于月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 总之说流感兼并发肺炎现时情况严重 不知道为什么这段时间 真的特别多一些青年人、小朋友 中流感这件事 还要是中到很大祸 这段时间大家都要注意 下一单新闻 金融八年诞神在昨天在中环爱丁堡广场开幕 有个叫户外雕塑展 吸引了不少市民、旅客和内地旅行团入场欣赏 亦有来自湖南的金融迷专场来捧场 为此也参加了香港和深圳的职日团 认为金融武俠小说的展览在内地或其他国家 举办的机会不多 所以自己能够亲身过来 机会实属难得 我都相信有不少男观众都看开金融那些大的 其实在我以前读书的时候 都是有批的同学仔很喜欢看金融那些书 甚至乎中文读、英读、数学读 总之看完整个金融系列 当然看完整个金融系列 对之后读书成绩是没有帮助的 不过在以前的时候也很多人迷戀 可能现在就没那么多人迷戀 因为现在娱乐太多了 以前我那时候 中学我们要去到中四、五才有手机 以前那段时间真的很多人拿着本书看金融 但现在小学生也有手机也有平板的时候 可能没那么多人会选择看书 下一单新闻 继去年年底 南韩被藏室入侵霸占 原来现在就轮到日本 日本媒体近日报道 当地遭到藏室攻陷 甚至乎有民众在东京地铁目睹有藏室的钟影 香港的地铁就表示 一直都有关注着其他地方的卫生问题 总之香港那边一定会提高警觉 不过港铁那方面大家不用担心 因为港铁那些是金属椅 藏不了床室的 唯一需要担心的就是机场快线 机场快线那些不是金属椅 但是机场快线这些 就不是我这些人搭的 我要去机场我也是搭巴士 当然巴士有没有机会有床室 也会有的 总之希望日本那些汪糟东西不要带过来 好了下一单新闻 开业了23年的新星旅游 上个月就说 因为疫情和诈骗网站问题严重 所以宣布结业 跟着在前日被银行入品高等法院申请清盘 债权人就是升展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清盘的晴晴排期在5月29日进行 其实我相信人家有什么可以收拾的都应该收拾 都应该就是说你清盘 但你也应该拿不到太多东西走 好了下一单新闻 在葵冲的和尔合道 就发生了四车串销意外 在昨天的夜晚6点半 一架私家车沿着和尔合道 往九龙方向行驶 驶到去近着昌榮路的时候 然后就怀疑收制不及 撞倒了前面两架已经停下来的电单车 还有电单车前面的一架的士 两名的电单车男司机就人仰车翻 其中一个就倒饿路边 另外一个人就坐在旁边等待救援 其中一架电单车一名的女乘客就受伤 三个人就被送往马家列医院救治 总之就炒在一起 亦都有人是小腿骨折 四架车的司机都没喝酒 好了下一单新闻 在沙田的石门就怀疑 发生了夹公仔的店铺道士案 四名的少男少女在14号深夜 就在石门的京瑞广场 就如入无人之境 伸手进去夹公仔机 就夹走多只的模糊公仔 即是用自己的手去挖去拿 神态自若拿走那些战利品 不过他们全过程都被天眼录倒 有人把片子放上网 呼吁四个人主动联络 交一些东西出来 否则报警的话他们都挺投行 因为其实就拍了样子 还有不单只一个闭路电视 几个闭路电视都拍了样子 所以这些MK仔那些 MK妹那些 其实就没得走 因为你明明就是偷东西 好了下一单新闻 一名单新了多年的港男 早前收到自称来自新加坡 陌生女子的WhatsApp短信 就说尋找电工 两个人就因此打开话题 对方就仰静身材正兼口甜舌滑 结果事主就在短短一个月里面 就呈陷了这一名女网友 好了 然后双方就发展成为网恋 有人打蛇随棍上 就建议他投资 然后双方就长情不说 总之被人骗了50万 事主就多次报警 但是坦然知道追不回钱 事件就对他有极大的伤害 甚至乎他就想着看不开 然后他就说 希望就是凭着自己这个经历 提醒大家就不要说什么 乱禁就信人 乱禁会觉得有美女找自己 其实这件事真的太过愚蠢了 因为最近都多了人WhatsApp白状 无故找一些仰静身材正的WhatsApp icon 然后就说 哎呀师傅你什么时候送货给我 哎呀师傅你是不是三天之后 送回手袋给我 然后随便跟你打开话题 然后聊天 老实说我也是单身了多年的香港男子 但我又不会中这些招 其实一个人是真的认识你 还是想骗你那些 我觉得大家应该会感觉到 不会这么容易落答 可能因为这一名男子 实在寂寞得太久了 所以搞到 哎呀师傅一网乱 正呀正呀 总之大家就 哎呀 总之就小心点 我不说太多了 下一单新闻 在昨天晚上10点 警方就接获田森博康邨 就有人报案就指了 华尔上指有一名男子 因为管教问题 就和她的儿子发生争执 期间就华尔有人私报 警方接报道场调查 就发现了一个姓 这一名称赛的47岁男子 华尔曾经用手和毛巾 襲击她9岁的儿子 令到小朋友的脖子受伤 清醒送到威尔斯医院那里 另外这个爸爸也是因为相关罪名 所以就被人拉了 教仔教到这么大声 所以搞到别人报警 好了 下一单新闻 在昨天的早上9点25分 黄大仙上村的达线楼 一名保安员报案就说 一个单位就传出了臭味 消防员就接报到墙破门入屋 发现一名男子倒闭屋内 根据保安员就说 已经有一个礼拜没见过有住户出现 单位4天前就传出臭味 其后越来越浓烈 警方就列作为尸体发现案处理 正在展开调查 好了 下一单新闻 在昨天的夜晚10点 在长沙环的宅安村丽宅楼 一名女子回家的时候 发现了有不妥 见到一名陌生女子在床上摊下 接着她很生气地执问自己丈夫 并且报警 期间有人大打出手 警方到场调查时 当场拘捕了一名男子 报案的女子 报清头痛不息 警方就把案件列作为 集击至造成身体伤害案处理 好了 下一单新闻 警方在前天堵破了一个 以宾馆房间作为掩饰的 非法药物储存仓库 并且在行动中 拘捕了一个28岁的印尼籍女子 她是keeper 在那里找到价值140万的非法药物 这些做keeper后 又要进去蹲下五六年 下一单新闻 海关前天在机场摄获了一批 从毛里塔斯 经过土耳其到港 报清重353公斤的非洲鰻鱼 所以到最后又扣起批货 也拘捕了人 下一单新闻 四日三宗 海关在四日中破获了三宗 利用旅客去泛运非法药物案件 在14日在机场摄获了一名 由泰国非底香港的19岁青年 用X光检查他的计仓行李时 发现影像有可疑 然后发现了价值170万的非法药物 19岁青年报称是厨师 另外就是说 他们这次的包装都落了点心思 不法分子用真空包装 然后再利用狗粮去掩盖气味 藉此逃避极毒犬的偵查 你避到极毒犬 你怎么避到X光 X光机人家看不明白 看不到是什么 就叫你打开 所以有几重的保障之下 基本上你想运东西来香港 没那么容易 下一单新闻 在昨天的中午12点56分 一名男子在湾仔会议道跑步期间 就不惜云倒一度昏迷 他的朋友就报警 然后就把他送到去 律敦寺医院抢救 曾经就送过上去深切治疗部 据了解 事主就姓罗40岁 在保安局那里担任文职 事发的时候就和警察朋友 就结伴跑步 但是就猜不到 跑跑下的时候突然之间不舒服 就昏了 跟着就还要送到医院那里进行抢救 下一单新闻 在昨天上午11点半 在大埔瑞安街 有风火轮着火 火势一度猛烈 并且传出爆炸声 消防员到场就将火救息 火警当中就无人受伤 有街坊就说 较早前有一名男子就使用这个风火轮 期间突然之间就冒烟着火 男子随即就把风火轮 好像着火丢在地上 撇落走路 至于不顾 其实现在这些风火轮仍然是很危险 要不就在街上游游游游有机会爆炸 再不是的 拿回家充电的时候也有机会爆炸 风火轮这些意外其实就越来越多 大家留意一下 如果你说家里的小朋友 说是想买的话 那真的有些东西就不应该买给他 除了就是保障小朋友 也都要保住住家屋 好了 下一单新闻 美国的前总统特朗普 他的暗口废案件就原定在3月25日开審 纽约的曼哈顿法院就在3月15日就决定延后30日 最快就在4月中才开審 可能就是说了 将这些事情就压后些去处理 到其时就减少对于特朗普的选情影响 其实特朗普有多宗案件前身的 也有些美国的社评人就说了 特朗普一直是寻求着拖慢各种诉讼的方法 例如说什么延期啊 哎呀我身体不适上不了旗啊 我们再排个旗啊 这样 结果就是说了 希望等自己做到总统的话 其他这些什么民事刑事那些 我一只手指就说了算了 是吧 很多花生吃的 到其时慢慢和大家吃 不要记错 美国大选好像是10月搞的 所以接近这7个月还有很多花生吃 好了 下一单新闻 一名的中国内地的渔民呢 就在14号呢 在距离台湾的一个岛屿 大概三海里的范围上面 跌了下海 接着呢 大家都搶着去救人 两岸都同时去派人协助去进行搜救 因为进行搜救这一样东西 也是一个主权宣示的范围来的嘛 就是台湾那边会觉得 他们跌了在我们台湾那边 我们台湾就有艳务救人 那样 那我们国家就会觉得 台湾都是我们的 那在台湾有人跌了下海 我们派人去救人都很正常的 是不是 所以这些呢 就是一些台海冲突的事情 那其实呢 大家有发现的话 最近在这一方面 在民间的磨擦是多了的 但是你说 关于一些军队演练啊 那类呢 就少了 不知道究竟将来又会变成什么 那甚至乎就是说 在美国大选的时候 又会不会台海冲突呢 因为呢 对于拜登来说 那如果真的叫做打仗了 那美国派兵 那美国也都 就是拜登就可以自称自己是战时总统 那所以呢 可以无需要经过任何选举就继续连任 那样 那不知道究竟是什么狐狼卖 什么药了 那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就是来自美国和台湾的挑衅 肯定是日趋严重的了 好了 那最后一单新闻了 那台湾有两名 24岁分别是姓张和姓廖的南大学生 那就是为了去骗保险金 那居然就疑上天开 那由张南是将对脚放在装有干兵的水桶 就长达10个小时 那导致到双脚膝头哥以下的部分 就坏死截肢之后 那跟着呢 就打算去拿保险 那合共就可以拿到1000万港元保险 那但是呢 那遭到警方识破 那两个人就以欺诈 和协助他人质重伤等等的罪名就被起诉 就是说 脚就没了 手术费也都涉了 接着保险金拿不到 监也有得坐 那所以呢 做人就不要想着说那么多大话了 甚至乎是伤害自己 想着去拿什么保险金那些 那结果到头来就害了自己 就是24岁 那倒不如老老实实自己努力去赚钱 那24岁就没了一只脚了 接着还要坐牢 就是这些人生是自己拿来坏拿来贱 那今集的节目就来到这里了 那今天应该会迟了少少出片 不好意思 因为有些问题 所以我迟了10分钟才开播 那今集来到这里了 要加快剪片了 好 就这样吧 拜拜